今個星期是四日市 星期五就是七日回歸 就是25周年 有朋友在checkroom上問 七日前有什麼股份可以留意呢? 會不會有些通關相關的股份 是現在可以買入呢? 如果你說是通關相關的股份的話 可能是一些航空股 例如國泰 我覺得都可以值得留意一下 如果你說從日線圖來看的時候 近期的樣子都是偏向上強勢的 但是對應月線圖 暫時你看都仍然有幾大的上升空間 如果你說真的去通關的話 國泰肯定是受惠很大 所以相關的消息真的出的話 股價起碼可以看回九元這些位置 所以對應現在八元鬆一點的時候 起碼已經的潛在升幅就有一成 如果你說到時資金又再進一步流入的話 其實有機會可以看到九個半到十元這些位置 當然也要明白我們現在是搏一搏 就是搏有這個通關的消息出現 到時如果我們打算送大禮大落空了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對於這些博炒上的股份 又會帶來一個負面影響 所以現在如果你說博炒一些 七一的概念股的時候 是需要留意存在著這個相關的風險 就算是在這裏 嗯 好啊 就算是在這裏 好啊 感谢观看